人这一生 很多的好名声 都是用有情有意赚来的 好感情都是用时心时意换来的 心灵一定要以善良为本 做事一定要先自力做人 那各位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就懂得 用事善来带入 第一个叫善念不离心 第二个叫善言不离面 第三个叫善事不离手 第四个叫善言不离口 相信各位 当你的人生随时充满了善念 我相信 他就会让你的人生变得更美好 这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墙项的四个字 叫厚得宅物 很多人不了解什么叫厚得宅物 我们所有的财富跟智慧 等所有的一切 我们的老祖宗用一个字来代表 他称为物 当你不断的去厚得 你才能承载这所有的财富 这就叫厚得宅物 那到底我们要厚什么德呢 其实很容易的 你看看 你讲话对人尊敬 他叫善言德 今天方老师在讲课讲得很好 你坐在台下给他鼓掌 这叫的鼓掌的掌德 对人的信任 方便 礼节 谦让 太多太多 其实包括一个笑容 都可以重得的 所以 只要你愿意 只要你有心 什么人都能厚得宅物的 各位 所以帮助别人 没有很大的学问 只要有一颗爱人的心 只要你愿意 都可以 一切的福田 不理你的心地